好 我們記住講囉 我怕我趕不到最後一張slide 有沒有用沒有寫一個人家的座椅 我怎麼樣都會趕到最後一張slide 好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講的呢 是一個Speedal Assembly的Checkpoint 就是說我剛才是不是提到這個 Biosys有一個Checkpoint 他要Make sure所有的ComerSol 都已經被連接起來了 他們都已經認為你要被拉了 OK 他才會開始進行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COP點 好 他慢慢的從Row Face 慢慢Condense起來 你才慢慢看得到這些ComerSol 有沒有 這些ComerSol慢慢開始看得到 然後呢 你有的時候 在閃開來的中間過程 就是有一些不小心跑手 比如說這一個 他就跑走了 不小心跑走 那其他人呢 很容易就被Mildo Dispinel拉倒 這個人呢 他就剛剛好 因為剛才分出來的時候 不小心跑走 但全部人都會等他 直到他被Mildo Dispinel牽扯到以後 然後一直排過來後 這個時候呢 他Make sure每個人都排好 他才分開了 OK 你的細胞就是可以做到這麼樣的 精準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呢 究竟他怎麼樣做到的呢 是靠這些 這些都已經被發現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Story 剛才我是不是有提到一個Covicin 這個人會讓兩個Cescompatine 鼻子拉在一起 不准又分開了 OK 然後呢 他旁邊有一個MAD2 這個Protein在著絲點上面 Connect Core上面 這個MAD2呢 他可以去Sense到有多少的MicroDegg戳到他 一定要夠多的MicroDegg戳到他以後呢 他才會被去活化下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Tension的Sensor 細胞裡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這些力道上面的Sensor 那就是要夠多的MicroDegg 2到40根 夠多的MicroDegg真的戳到他 他才會開始去活化 不然那時候 他就是有很強的活性在那個地方 一直去抑制別人 OK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他沒有還沒有連接到 只有一端有 另外一端沒有連接的話 他這個地方的MAD2也是活化起來 這個MAD2活化起來以後呢 他就抑制了另外一個Protein Complex 叫APC 這個APC呢是 我們下一張Slide回頭 是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它是一個Protein Complex 然後所謂的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Anaphase是什麼 就是你已經排好的這些Compostum 拉扯開來那個時候 叫Anaphase 你要進行到Anaphase 它Promote你的細胞到Anaphase 要開始拉開來這個Protein Complex 叫APC 這是因為它的功能是全民的 OK 這個APC呢 它平常去抑制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去活化起來 所以它才不會進到Anaphase OK 那這個Protein呢 它可以 假設它沒有辦法 它自己的功能是什麼 它可以去活化另外一個 Securium Fines 這個Separates 這是一個Protein Complex 它可以讓它 把它分解開來 所以它就會釋放出來 一個活化的Separates 這個Separates 你可以清掉這個Cohesine Cohesine清掉以後呢 你的這些MicroTree 不斷地在那邊 收縮下去的話 它就可以分開來 OK 這是它其中一個功能 另外一個功能呢 這個Cyclin B跟CDK-1呢 它是一個MCDK 它可以 它可以讓它 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讓Cyclin B 就把它Degrade掉 OK 所以剩下CDK-1 所以這個時候呢 MCDK的活性就掉下來了 這是為什麼你在前面的那幾張Separates 有一個S起來起來 然後在Metaphase它會掉下來 然後那個M的Cyclin也是升降起來 然後M phase的中間 Mynosis中間就掉下來了 就是你Metaphase的時候 這個APC會讓它Degrade下來 所以它的MCDK的Activity 到中期的時候 它就會掉下來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也會幫助它 有很多其他因素來 然後就幫他們兩個拉開來 所以主要是這個APC 這個MAD-2呢 它夠多人去戳到它 它才可以去火化 它才不會抑制這些事情所有的發生 我們再很快的run一次 就是說剛才提到這個APC呢 它平常這個Separates它是放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Separates會抑制這個Separates 這個酵素的活性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APC沒有被MAD-2所抑制下來的話 它就會開始作用 它就會讓這個本來抑制它Separates 抑制它的Separates把它Degrade掉 然後在Separates就可以開始去切掉這些Cohicin 然後它就可以開始分開來 OK 然後另外一個它會去Degrade掉Cyclin B1 就是M Cycling 所以呢 這是為什麼MCDK的Activity 在那個時候就掉下來了 都是這個APC或是Separates一起去做用的事情 OK 這個APC就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只要其中有一個人的 一個空空手的MAD-2 它沒有被戳夠多的Micro-Tubular 它就不斷地去抑制這件事情的發生 一顆就夠了 所以要所有的MAD-2都被戳好戳滿 然後它才活性它會掉下來 APC才可以蓋得作用 OK 這個就是它的Check Point 好嗎 好 那anaface它有兩個機制 可以把這個整個空空手去拉開 第一個就是你今天所謂的anaface-A 它就是把這個空空手呢 鼻子的這個Micro-Tubes在左邊 你們可以看到它會鼻子的縮短 然後它就可以拉開來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anaface-B 就是說它的這個 interpolar的Micro-Tubes 鼻子會伸長 但因為它中間是連接在 它鼻子伸長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兩個深球手 越拉越遠 所以兩個細胞的中心的位置呢 也會互相推遞開來 所以整個cell max 兩個donut cell的cell max 就會越拉越推越遠 而且呢它中間連著 那個converson的那個connect core的Micro-Tubes 也會縮短 所以就有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兩坨的converson 越拉越遠 變成到兩個多個cell上去 OK 好 然後最後到teleface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時候很多的mcdk呢 會讓這些拉面坡所影響 所以這個細胞鎖膜傳統寫掉 可是我剛才是不是提到APC 那個complex 會讓這些cycline b mcdk的mcycline degrade掉 所以它到microsis完了以後 到anaphase開始的時候呢 這一些的activity是降低下來 所以這些拉面呢 它就沒有辦法再被理想化 它就會慢慢的又自己在 鼻子跟鼻子再組裝回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的細胞鎖膜 又會再組裝回來 然後這些拉面又會牽扯著那些comosome 然後那些comosome 就會慢慢的又loss掉 這些compensation 它就慢慢變成一次一次的 所以最後又再組裝回來整個細胞鎖膜 所以我們細胞鎖膜 就可以自己不斷的一直在拆掉細胞鎖膜 再組裝回來 拆掉細胞鎖膜 整天在做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超厲害的 OK 但是呢 接下來就要講說 它出錯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沒這麼厲害 不然我就回得tune 比如說有的時候 這中間我們常常細胞分裂 就有一些會來不及被拉走 譬如說這中間 這兩個分裂到這中間的DNA 它就會來不及真的回復 跑到它的這一些細胞鎖裡面 那我們會叫這個叫micronucleation OK micronucleation 或者說這兩個細胞鎖呢 基本上它就沒有完整的 兩個雖然DNA複製也拉開來 但是它最後是沒有成功的Cyloation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cancer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它旁邊完整的細胞鎖 旁邊還有一些獨立出來的 斷細胞鎖的Cobosome在那個地方 就分裂的 亂分裂的意思 OK 好 那我們再提到最後的一個Cyloation 在細胞最後要完成細胞分裂的時候 它中間會有一個收縮環 這收縮環的概念呢 其實就像是你這樣捏一個共環有沒有 你就是手拿一個魚漿 那你是不是手這樣一捏 那個共環就會突出來 所以它就一捏 這兩個細胞就往兩邊跑 最後就掐斷掉 就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這個收縮 這中間的這個 這些micronucleation 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這些 這些interpolar的micronucleation 因為這些已經收走了 剩下這些interpolar的micronucleation 所以它就慢慢收縮收縮 它就會縮到這中間來 OK 這些都是interpolar的micronucleation 所以一直持續到那個地方 然後它慢慢縮縮縮下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細胞也會這樣陷下去 這樣子陷下去 它們會叫做cleavage Fural 一個收縮的勾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收縮呢 裡面其實主要是靠acting在作用 它如果你今天把這個放大來看呢 這邊有很多的actin actin是 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鋪面來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actin在這個地方 然後actin呢 會這邊有一根actin 這邊有一根actin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 跟actin有關係的motor可因 我們叫miocene tube OK 所以miocene tube 其實在我們肌肉裡面很多 就是它上面的這一顆球有沒有 那就是actin的binding side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給它很多ATP的時候 那些binding side就往後拉 一直往後拉 所以這個人往後拉 這一根actin就會往這邊跑 然後這個人也往後拉 這根actin就會往這邊跑 所以 你本來有很多環的actin 它彼此這樣拉天的話 你整個就變成一個收縮環 OK 那你就看不見 凝捏出來 然後就兩個共彎跑出來 就是你的細胞就完成分裂了 OK 然後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染色的時候 呃 我們以前呢 在染我看到 欸欸欸欸 我跑到後面去了 差一點就直接跳到作業的那裡面 我們在染 micro tubule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們看到這中間是空的 OK 可是呢 你真的在做電血的時候 那裡面是一大堆micro tubule 可是我們染色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空的 原因是因為什麼 被收縮環擋住的 被收縮完了 不是 就是太多 就是太多 你的抗體沒有 這邊濃密到你的抗體也進不去 太濃密了 所以那個地方很黑 但是這個地方是有micro tubule OK 千萬不要搞錯 對 我最近邀請了一個 上禮拜邀請一個micro tubule 他說 只是那邊太濃密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太濃密到這邊黑黑的 然後我們在抗體也跑不進去 所以就染不到東西在那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叫做intercellular bridge OK 細胞尖橋 但是這個地方 科普資料比較沒有講 好 那植物呢 其實它也可以去形成細胞分 它也需要靠micro tubule去做這件事情 雖然它沒有centroscope OK 然後它就可以把這兩個空手 拉開來以後呢 但是它中間不是靠這個contraction的ring 它其實是靠新生成更多的vesicle 最後變成prosomembrane 然後再形成這個 再吐出很多的這些細胞外質 就變成它細胞B 然後最後變成兩個細胞 它主要是這樣去分裂的 OK 好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的細胞會 可以正常分裂的話 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DN 就分裂成兩個separate and adult cell 因為有的時候呢 你的cylokinesis就會失敗 它就會再跑回來 變成同一個細胞 最後一步的時候失敗 又被捏回來 或是 或是它直接就是整個完全不分裂 但它已經複製完了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多倍 這些都是tumor cell 很常見的一些 細胞分裂的時候的現象 OK 那有的時候 如果它的這些ciclokinesis沒有辦法分 完全分開 它就會變成是黏在同一個細胞裡面 你在tumor cell裡面 就看到整天發生這些事情 還有呢 如果今天它沒有辦法脫離這個 spin的assembly checkpoint的話 它就不知道你怎麼會捲一天 最後它就會死掉 嘟嘟嘟嘟 也變成爛掉 它就哼哼哼哼 太久了就死掉 沒辦法 感覺它堅持夠久的話就會死掉 對 有沒有 我放棄 我放棄死掉 OK 好 好 所以呢 這邊提到 那我剛才提到 要不要講 沒有centrosome的 有沒有想要聽嗎 好 那為什麼細胞沒有centrosome 還是可以細胞分裂呢 是因為 雖然centrosome是一個 microtube organizing center 但是呢 其實細胞沒有centrosome 也可以長出來microtube 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microtube 我剛才是不是提到 它是由Tuberin所承認 只要 很多人已經做實驗 就是說你只要你的Tuberin 在local的濃度 夠高到一定程度 它就自然會形成microtube 不需要任何蛋白質的幫助 它只要local的濃度 高到一個 一個stress pole OK 它只要local濃度高到 它就可以開始形成microtube 細胞本來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 centrosome附近 會有比較多的 所謂的microtube stabilizing的 protein 你可以幫助細胞的microtube 可以更容易去形成 它只要 stress pole在這個地方 centrosome附近有些蛋白質 可以讓它在這樣的濃度 它就可以形成microtubeling 懂我的意思嗎 它附近就有一些蛋白質 可以讓tubeling 在更低的濃度 它就可以形成microtubeling 所以在細胞裡面 你general同樣的濃度底下 大家最喜歡從centrosome 找出來microtubeling 原因是這樣 並不是它一定得從centrosome長出來 你其他地方怎樣濃度 它還是會長出來 OK 其實細胞會從兩個位置長出來 microtubium 一個是從centrosome 一個是從高級視體 centrosome長出來的microtubium 是這樣子整個發散型的 就是新狀體 然後呢 我們細胞的構取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它會有sease跟middle跟trans 我們在trans上面 也有很多的 所謂的microtubule的 穩定的蛋白質 有很多的microtubule 也會從trans直接長出去 它就不會是放射性 它是這樣prod 整個朝一個方向這樣長過去的 OK 所以細胞會從這兩個位置長出來 但是呢 不帶短天沒有centrosome 細胞就會長microtubule 細胞還是會長microtubule 只是說它沒有這麼容易長的 那它只要還是有長相microtubule的話 它就還可以進行細胞分裂 OK 這個已經都知道 就是細胞它還是被分裂得很開闢 就我們不見得 其實有一些物種它是沒有centrosome的 它就有別的這些microtubule 穩定的蛋白質在它體內 去幫助它去取代centrosome 去做這件事情 OK 好 到這邊我問你 來 可是中心體不是有那個 拉microtubule的動作嗎 如果沒有這個中心體 是誰來做那個分開的動作嗎 它就是microtubule在那個地方 彼此跟彼此推開來 對 它應該這樣講好了 它自己知道要推開嗎 對 它自己知道要推開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細胞裡面 有一些stabilizer 可以 它還是會locally從幾個 那兩個點長出來 你沒有centros 它還是會形成這個microtubule 然後它就會聽起來有點難解釋 但是它就會從那個地方 random的開始長出來 然後就是最後彼此碰撞的結果 還是會變成是一個最穩定的 反倒性性動的樣子 對 很難理解對不對 我也覺得有點難理解 但是它的細胞就是可以 生長還是很好 對 我 maybe 下一次我再找更多點資料 再跟你們解釋 那你們 或許我去找一下 沒有centrosol的細胞 它分裂是怎麼分裂 所以你們會看到 OK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了很多的 這個cell division 那我們今天是一個多細胞的生物 什麼樣可以造就我們今天 一整個個體有多少的cell number 我們整個身體的體積是有多少 其實除了靠cell pro cell division 還有靠cell depth OK 所以我們這最後的章節呢 我們也會去提一下這個cell depth 究竟有什麼樣的機制 其中一個你們一定學過的就是 Opposy 它是一個programmable的 一個cell的dx 是一個細胞自己控制自己 要死掉的一個機制 那為什麼細胞要自己死掉 比如說在一些發育的過程裡面 這本來是要長出來一個手 那它這中間手中間的地方 它為了這不能長 為了真的長出來這個手指 中間的地方就要死掉 OK 就這中間的地方就會Opposy 然後最後你叫一個手 不然你的手就會有鼓在那邊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 在發育的過程 你要shape出來 這整個人的樣子 你必須要在不該長的地方 你要把它hoses掉 那甚至呢 有很多的細胞 每一個正常的我們 而大的身體裡面呢 我們很多的細胞 每一天都要死很多 比如說小腸的細胞 小腸的上體細胞 OK 我們每一天都要死 最多的就是小腸上體細胞 原因是什麼 我們在吃食物的時候 很多胃酸 它會一起在那裡小腸菌 那些胃酸菌 一直抽你的小腸的那個絨毛 但是它們很容易死掉 因為很痠 所以那些細胞就很容易爛掉 那我們就會不斷的讓這些爛爛的細胞 就讓它hoses掉 才不會在那邊做怪 所以呢 我們小腸的絨毛的底下呢 有很多的小腸的stem cell 會不斷的一直長出新的小腸細胞給它 所以基本上呢 那個小腸的幹細胞呢 是最盲的一組幹細胞 每天都要剩成 除非你不吃東西 你沒有胃酸 OK 這樣 好 那我們這邊還有提到 abotosis跟necrosis 這兩個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有計畫的 一個是直接快死 一個 對 對沒錯 那對它整個死法 最周遭的細胞影響是什麼 快死 會傷害到方便性 為什麼 因為會釋放一些 就是激素 會釋放出一些 它不會釋放出激素 它只會吐出來 它身體裡面爛掉的東西 OK 就是說 這回答得很好 謝謝你回答 就是說它們兩個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abotosis跟necrosis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abotosis是有計畫的死亡 是我細胞自己想死 OK 所以呢 它會讓它控制這裡面的東西 會產生出很多enzyme 然後把它的DNA 蛋白質全部切掉 包起來切掉 但是呢 最後它也會保持它細胞膜完整 然後它會打包成垃圾袋 然後再叫Marco Fage來把它吃掉 一個GC細胞來 把這些爛東西都吃掉 它絕對不會露出來 一丁點到周遭的細胞 所以它裡面的那些爛東西 絕對不會release到周邊的細胞 所以周邊的細胞一定不會受到影響 這是為什麼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你那個手就不會爛爛的 你就只會有非常precise的 中間不該找的地方才會死掉 那周遭的細胞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Necrosis呢 是它也不想死 它就是Necrosis最常放的 你今天碰到一個水 滲透一樣大量的改變 或是你直接被踩死 就你的細胞直接被壓扁 它沒有辦法控制 它就直接破掉 破掉以後它裡面那些髒東西 亂七八糟就直接散出去到周遭 所以你周遭的細胞就會開始發炎 OK 那你絕對不可能用 發炎的過程 絕對不可能用Necrosis來做發炎 那你就會整天陪它一直在發炎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整個陪它就爛爛了 所以呢 這是兩個磁法之間的差別 一個會打包成垃圾袋 有人會把他清走 不會影響到隔壁的人 所以一個人我不管 我就爆炸了 我還能怎樣 整個東西吐出去外面 然後就已經想到周遭氣 這是兩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這個地方 OK 好這個是Atoposid cell 你看它會包成垃圾袋 但在這個地方當然沒有馬國費去染色 但是在身體裡面 就會馬國費去染色 吃掉 它的細胞膜上面呢 平常我們的細胞膜裡面會有很多的一個 靈體組織叫phosphatidyl serine 在內層喔 永遠不會跑到外層 可是Opoccus有時候它會翻到外層 翻到外層以後你那個垃圾袋 就會告訴Marco Faiter來吃我 來吃我 所以呢Marco Faiter就會 我看到誰有phosphatidyl serine就把它吃掉 這種不行的OK OK 好 再看necrosis necrosis呢 這個更超級農藏的一個 它加這個TNNL法 Tumor Necrosis Effectory 它就可以慢慢的引与它 它這個綠色是會產生的ROS 越來越多的話這個細胞就很濃跟necrosis 然後它就越來越亮 因為它細胞裡面ROS越來越多 它最後超級亮 有沒有 然後你看到為什麼它最後瞬間不亮 為什麼 就死掉了 對 就破掉了 東西裡面都已經 腸子全部流出在外面 所以那些綠色以外就沒了 然後整個塌掉了 所以它一定會搞得周遭的人都發炎 哇 超多的髒東西流過來 然後它就發炎了 OK 好 那這個Apocis呢 其實裡面一定是要受到控制的 所以它怎麼樣很快速的去火化這些東西 其實是有很多的所謂的Cats-Pass的蛋白質 去做這個事情的 它平常呢 這些Cats-Pass平常就表現在那裡 可是它覺得不會被受非常好的控制 它絕對不會每次被火化起來 不然你每次就自殺掉 OK 所以它這樣子是一個 這個PRE INACTIVE的PRO Cats-Pass的Monicure OK 這邊有兩個Cutting side 如果當它決定要開始Hopocis以後呢 它就把這個地方切掉 然後組裝起來 這樣折下來 像那個變形金剛 折下來 它這樣子就會形成是一個 ACTIVE FOUND的Cats-Pass 那它可以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去火化別的Cats-Pass 第二件事情呢 是這個Cats-Pass又可以開始 本身就可以開始去切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開始一個人對火化起來 它就瞬間就開始 又又去切了 然後去火化別的Cats-Pass 然後別的Cats-Pass 又再火化別的Cats-Pass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所謂的Positive Amplifier OK 就不斷的瞬間 你整個細胞就會瞬間開始 一人發起 然後瞬間就變成整個 整個細胞都開始去切這些東西 把DNA和蛋白全部切爛 所以這細胞最後 然後在那個細胞模樣不斷地翻滾 然後最後它就會打破什麼惡子的蛋 OK 然後最後Marco Page就把他切掉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提過的Cytochrome-C 在我們提到這個Marcochondria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提到 它如果今天的Vax 或是這個Back 它被火化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Release到細胞外面 本來它是做什麼 Electron material 但是如果今天覺得細胞該死的時候呢 這個細胞很該死的時候 它就會被火化這個Back 或者是Back 然後Release出來之後 它就會Bine-Acea-Adaptor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Prating complex 它接下來就可以 find 到這些 也有一些Survival 的Vector 其實是可以去抑制這個Apoptosis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一個蛋白質呢 就是這一個BCL BCL2這個Gene呢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抑制Apoptosis的Gene 那這些survival的factor 如果發現它的survival的receptor 這邊都講得很模糊 但是就是很多的receptor都會引用在這邊 那它就會告訴它 細胞說你要活下來 你告訴它這個訊息以後呢 它就會活化BCL2的Gene的表現 然後呢最後它跑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block這個Apoptosis 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survival的factor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之前有給它mycogen 它可以刺激這個cell division 還有一些growth factor 也可以去刺激這些cell growth 那這邊呢 因為我們 我真的找不到卡戶的替代方案 然後我會覺得它很賤 然後在那邊收錢 所以我這邊後面還是有補充一些cell depth 別的方案 以補充各位 我們沒有時間進行這些卡戶的活動 好不好 那這個是比較新的 我覺得課本上面有沒有教這些新的細胞死法 有沒有人聽過Apoptosis 有聽過嗎 它超級有趣 它是一個細胞吃細胞的世界 對 好 它怎麼樣做呢 這種細胞死法 如果基本上這邊是 也是會考的 但是應該是蠻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很多細胞是貼在什麼東西上面 細胞外積質 Right 就是我們這些細胞呢 就貼在細胞外積質上面 變成 細胞 我們一般細胞不會懸浮在那邊 我們會貼在很多的 Vessel membrane啊等等 這些細胞外積質上面 它貼得好好的時候 它就可以正常做了 可是呢 如果這些細胞 一旦不小心變成懸浮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就會壞掉 會變成Tumerself 它就很有可能 本來待在小腸那邊可以做 它如果懸浮起來的時候 它可能會跑去別的地方 變成Tumerself 所以呢 細胞裡面有一個機制是 這些本來應該貼好好的細胞 如果它懸浮起來 我就要讓它死 它不會變成Tumerself OK 所以這邊 就是本來貼得好好的細胞 如果它detachment 就是它脫離 懸浮起來以後呢 同一種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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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中一個細胞 就會被另外一個細胞吞掉 它直接這樣 把它包起來 OK 然後你覺得細胞裡面很紫對不對 然後它還可以包下 另外一個細胞 然後把自己變成超級 彎曲的一個 很詭異的狀態 OK 然後呢 它把細胞膜已經 細胞核已經變成 這樣彎的亂細胞 造成一個細胞核的狀態 然後把這整個人包起來 完全包起來 然後包起來以後有幾個 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呢 這個被吞掉 不小心吞掉的細胞 覺得自己還夠健康的話 它可以在細胞 一個細胞裡面 再進行細胞分裂 就誒 這裡好像滿舒服的 我來細胞分裂一下好了 就在裡面的細胞分裂 它沒有在管 它在哪 它去哪裡都 不會認床 你知道嗎 它另外一個人的細胞裡面 還可以細胞分裂 或是呢 它有時候 誒 你幹嘛偷摸 然後它弄一弄一弄 它又可以再跑出來 又可以逃脫出來 OK 所以它會 survive 但是有一種狀態是 它如果這個細胞太weak 太不健康或是能力不夠的話 它就容易被它的 這顆細胞吞它的那個細胞的 Lysozone 把它慢慢degrade掉 所以它就慢慢最後被消化成一個 渣渣 在另外一個人的細胞裡面 然後呢 也有可能會進行opoposis OK 那所以它會有spine跟depth 這件事情呢 會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其中一個 非常有關係的 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 這些乳腺的發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邊先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老鼠的K胎 OK 所以最早呢 這個乳腺在發育的時候 它是從很多這個點 開始找出來 這個B3 B2 這個黑點找出來的 那你會看到這些乳腺的最早期的細胞 然後慢慢它從這個點 長出來這個分枝的乳腺的細胞 可是呢 未來它會變乳腺管 就是真的會去運送乳汁的地方 可是當初這些乳腺的細胞 它都是死心的 OK 它都是這樣死心的 所以呢 而且這樣子滿滿的死心的 但是未來它要變成一個乳腺管 所謂的管這種 就是要管腔啊 你真的可以運送的東西 那它最後但是到晚期以後 這些死心的細胞就會慢慢空掉 的原因是什麼 它只有最外層這些細胞 這中間就是細胞團 OK 它只有最外層這些細胞 有碰到細胞外基質的 會活下來 就是它真的attach到細胞外基質的會活下來 中間這些跟別人碰的沒有細胞外基質 全部都會死掉 所以這一個東西呢 就慢慢的中間的管只能夠清掉以後 它最後只有最外層這些細胞 會活著 有直接碰到細胞外基質會活著 這中間就會死掉 再把它放下來看什麼 你只有最外層這些細胞 外面的這些細胞外基質 直接接觸到細胞外基質會活著 中間就會開始什麼 Apoptosis 這邊的特殊的 Apoptosis的名字叫Anoitis 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特別講這些被attached的 Cell的Apoptosis叫Anoitis 對岸那邊有翻譯的蠻不錯 叫失潮雕亡 失去它的潮穴以後它就雕亡 我覺得翻譯的很不錯 Anoitis 但是也是有另外一個做法是Apoptosis 或是Photopis這個Necrosis 這個就我們今天沒有講的 我們今天講的Enchosis 就是它attached以後 它就會開始自己跟自己吃 彼此吃彼此 最後就會減少這樣子 Suspensive Resil 它才會控出來 你最後才會有一個 Functional的一個管腔的一個 乳腺的乳腺管 OK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個 實際它們吞細胞的一個乳腔 這個是一個細胞 它們已經沒有貼附在這個培養膜上面 已經Deattached 然後這個細胞你看 它就會鑽到另外一個細胞裡面 它有病是不是 然後就鑽進去了 OK 然後你覺得鑽一個細胞已經很誇張了 對不對 你細胞就這麼點點大 你一個細胞鑽到人家 一個細胞裡面已經很誇張 然後它可以鑽好幾個 先鑽一個進去 或者這個再鑽進去 這些人都有病 對 我覺得那個被鑽進去 到底是誰可憐 我也不知道 然後你真的到後期 你可以看得到 在某些細胞裡面 它可以看到是 它包著 另外一個細胞的樣子 有沒有 等一下 有沒有 有一個這樣包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 對 OK 然後呢 這邊我可能要關燈 會看得比較興趣 OK 這邊呢 左邊是 可見光加DNA DNA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細胞是被吞進去的細胞 你可以看到 它被這個細胞吞下去 然後呢 你要怎麼樣去看到一個細胞死掉 所以它DNA沒了 它就一定是死 沒有人沒有DNA 還可以繼續活下去的 OK 我們中檔退細胞來的時候 它沒有DNA它就死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慢慢的 被吞進去以後 它就會用它的Lycer 不斷的去消化它 一直消化一直消化 消化久了以後呢 這個東西就越來越暗了 它基本上現在已經沒有放火了 它就越來越淡了 OK 然後最後它就 整個已經變成一坨死 渣渣 然後最後它DNA就沒有了 它就這樣被吃掉 那細胞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可是它不會影響周遭的細胞 你看這旁邊的細胞 還可以進行細胞分裂 但是呢 有一些某些狀況 你講如果 今天這裡面的細胞 還夠健康 或是它夠健康 它可以在裡面進行細胞分裂 A-MEMO這個應該是 被一個Lycer蟲吞掉的樣子 OK Lycer蟲如果要吞掉它的時候 它會變得比較紅色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裡面就超級紅 然後慢慢用NICE ENZINE把它吃掉 那這一個呢 應該是逃脫出來的一個細胞 要跟它FIGHT 然後最後再跑出來裡面 它就躲掉了 它就不會被吃掉了 欸 然後呢 還有有一些呢 可以在裡面覺得還蠻舒服的 就直接在進行細胞分裂 很扯 然後呢 其實後來還有越來越多人去做研究 就是誰 要吞誰呢 OK 誰是Winner 誰是Loser 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 比如說惡性腫瘤細胞跟良性腫瘤細胞 每次良性都被惡性吞掉 惡性真的很壞 它就是會想辦法重活下來 所以惡性的腫瘤細胞 就會去吞掉良性的 OK 或是說有一些它的活性比較不好 就會容易被吞掉 就細胞 我們的細胞自己就會吃自己 它是同一種細胞 而且這發生在非常多種細胞上面 OK 這個叫Enthosis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這個就我覺得一般課本上面比較沒有在講 你有學過嗎 這怎麼沒學過 OK 好 那我們最後一張slide呢 就是 現在還有一個 Maybe你們都沒學過 這有聽過嗎 Enthosis 有嗎 沒有吧 OK 所以這是第二個作業 請你們簡單介紹 Enthosis的細胞的使用機制 它跟Enthosis之間的差別是甚麼 一樣一頁 然後你要民視引用出處 然後下禮拜上課教 下禮拜上課不能再遲教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改 好嗎 所以一定要記得 然後上 今天沒有教的下禮拜還可以 給你們一次機會教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了 如果有关机就在那边